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在半瓶溪 半瓶溪 它是在瑞芳的一個非常小的溪 我們現在準備要溯溪而上 前往我們今天的目的地 大鬼瀑布 大鬼瀑布的話 其實我鞭湯之前有來過 那這邊的話其實 大家可以停一下 這裡是溪水最後的出海口 我們要從這邊 一路的溯溪向上 半瓶溪位於東北角 發源於半瓶山上 這條路線是北海岸的一條 新手直的溯溪路線 跟隨著鏡頭你們可以看看 四周的環境 走在溪谷的感覺 跟著輪塘一起展開冒險 我們現在來到整個 半瓶溪剛開始的第一個 溯溪的 第一個升潭 這裡的地形其實蠻破碎的 那我們現在要游到對面那邊 溯溪最好玩的 就是這些大大小小的生潭 上去上去 在這裡你可以感受到 大自然跟我們一起強大的行處 台灣真的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只等著各位去發掘 那這裡就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 各位觀眾 你會發現 在我們來的過程中 地表都呈現金黃色的 這其實是金瓜石這一帶的特殊地形 因為溪水及雨水 經過礦區表層列系順入礦場 地下水滲經地存時 與黃鐵礦及流生銅礦接觸 產生氧化黃銘及鐵催化作用 而形成的酸黃水 這也是造成這一帶吸水 都會有一點鐵鏽味 以及它金黃色地表的原因 接下來 圓桶一樣帶大家更深入這裡的 奇特地形 各位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三個韓館 我們現在要前往韓洞 我覺得非常的酷喔 這裡有三個巨大的韓館 金瓜石這一帶因為過去開採銅礦 許多廢棄的大型建設廢墟 就這樣遺留在這片山林之中 至於它的前世今生 也逐漸無人知曉 而我們就像是個探險家 走過這個純窄的歷史斑坡 以及歲月痕跡的廢棄環 裡面有後有一個洞口 開在上面 管道的終點因為砂石土石堆積 圓堂整個人必須匍匐前進 接著就看到洞口的一束光 原來廢棄管道的終點 剛好有一個破口 我們便從這裡爬出來 而出來後 原來也有一番天氣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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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好棒 接著我們來到這趟行程的 一大景點之一 半平溪藍沙坝 這是一座高達三四層樓的巨大藍沙坝 大家可以跟著我環顧四周 感受下霸底瀑布的慶良 這邊我們要攀神向上 並不容易 但也不足以阻擋我們的冒神 手握著粗糙的繩索 命全一線 感受腎上腺素在體內加速的快感 在大自然中 勇氣就是我們的武器 而克服逆境後抵達的風景 就是我們最大的獎賞 這裡是整趟行程最多靜的一段 靜下心仔細聽 是不是很療癒呢 接著我們來到行程的後段 湍急的溪水 落差的地形 在這裡我們必須翻越重重阻礙 這裡也是整段路線比較危險的地方 稍不小心可能就會滑入水中 然而你以為挑戰就只有這樣嗎 我們來到一處幽靜的溪谷 這裡碧綠的湖水清澈見面 我們拉起岩壁上的繩索 再次努力上判 施滑的岩壁伴隨著青苔點綴的美麗溪谷 看似安全而美麗的路線 其實處處暗潮危機 他們以景色使你掉以輕心 只有冷靜一對 步步為雲 才能完成這最後的考驗 最終我們費盡千辛萬苦 終於抵達著隱藏 北海洋神秘的神秘經典 大會 這是一個約8米左右的步步 來到這裡怎麼能不樂血跳水呢 就跟著元湯一起完成這最後的關卡吧 GO 2 1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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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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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